瑞穗乡赫岗村景林海岸山脉 多数山川野西 除了冲刷一旁的农地 大量的石块沙土 常年的冲刷而下 也造成社区大排水沟严重的淤积 村长于新德向乡代表林玉芬成勤反应之后 6号下午会从乡公所建设科 逐一的到场来会刊 同时特别针对了各处农田冲刷 以及大排淤积的问题 详细规划设计解决改善的问题 齐美一号桥下游的温旦幼园 被野袭冲刷 温旦幼树造冲毁 农民损失土地及农作物苦不堪言 村长于新德向乡代表陈勤反应 解决农民之苦 本来是水是往那边流的 这边有一个小山丘 这个怪手挖一挖水直流 变成深度变成三层楼高的深度 山川野稀冲毁农地作物 造成农民损失 另外赫冈村多条衔接野稀的大排水沟 从山区冲刷而下的石块沙土 严重淤积 黄烟曼草若不是两侧水泥沟堤 根本也看不出是一条排水沟 向代表林玉芬现场会看时 特别要求湘工所尽快清雨改善 维护村民的住家安全 马路啦 到马路上嘛 对对 那个193线 对193线 瑞瑟湘赫冈村就位在海岸山脉山脚下 多条的山川野稀冲刷而下 也造成社区大排水沟土石淤积 村长于心得向湘代表林玉芬成情反应 今天下午会同了湘工所接涉课 逐一到场会刊 同时针对了农田冲刷大排淤积等问题 分别详细规划设计 提报解决改善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